好了,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叫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那么我想大家手上都有这本教材了 那么叫出入进检验检疫报检验域培训教材 那么这本教材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你看过没有 翻了一翻 觉得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这个课呢 以前上下来其他学生都觉得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 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因为而且我们这个呢 它是一种实物性操作性很强的一门课程 那么它可能涉及到很多内容 你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动植物报检怎么报检 有些什么要求 那么你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单据 那么它可能不同的产品呢 它可能这个具体的要求还不一样 那么具体比如说你要这个 输入一些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生物制品啊 或者人体的一些组织啊 那么要提前多少天报检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植物啊 应该提前多少天报检 那么这个呢 都都是要求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呃 这个课程呢 是是比较比较琐碎的 那么要求大家呢 也是需要呢 除了我们这个上课 正常的上课 大家要来听之外呢 那么还要私下里头呢 还要把这个课本再学一下 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可能还会给大家布置 呃 三次的作业 那么我希望做作业呢 大家也能够认真的完成 好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这个课程的内容吧 那么我们这本这本书呢 书上的内容呢 总共有十二章的内容 那么加上序论呢 其实就是十三个部分 对吧 十三个部分 那么主要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首先呢 就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课呃 在序论部分呢 就介绍了一下啊 我们这门课这个呃 怎么产生的这个进出口三名检验检疫 那么国外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我们国家是怎么样发展的 那么这是在序论序论部分介绍的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章 第一章呢 也就是第二部分呢 就介绍了一下这个呃 进出口三名检验检疫工作的内容和程序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对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介绍 呃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报检的单位和报检员 那么报检单位分为自立报检单位 还有这个代理的报检单位 那么报检员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考这个呃 报检员的话 那么你报检员的要求有些什么样啊 那么权利和义务是怎么样的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工作职责 那么这个呢 都是需要掌握的 那么第三个呢 是这个报检的一些一般的规定 一般的规定 包括你报检过程中 你要提呃 可能要提交一些什么单据 那么再加上呢 还有一些这个呃 重新报检呀 或者是敷验呀 那么等等 那么他都会进行一些这个呃 规定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入境货物保检和出境货物保检 那么这两张呢 它分为了呃 若干个部分吧 那么包括这个呃 动植物啊 什么呃 集电产品啊 等等 那么都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两张呢 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两张 那么他呢呃 也是比较琐碎的 那么不同的这个呃 动物产品呀 或者是植物啊 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啊 那么他的这个保检的要求呢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六张呢 就是这个出入境的集装箱 交通运输工具 检验检移 那么也就是告诉大家呢 不仅这个货物呀 需要保检 那么还有呢 这个呃 你装载货物的一些交通工具 或者是集装箱 你比如说呃 车辆啊 汽车啊 火车啊 客车呀 那么也都需要进行检验检疫 那么第七张呢 是这个出入境人员的卫生检疫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出国 那么需要进行这个呃 你的这个健康检查 那么要是有外国的朋友到中国来 那么入境的话 那么也需要进行这个健康检查 那么第八个部分呢 是这个呃 旅客的携带物 那么伴侣的动物 你比如说猫或者是狗 那么他有规定 你要是携带这个猫和狗啊 那么你不能超过一只 那么对这个猫和狗呢 还要检验检疫 那么对你的健康要检查 这个动物呢 他也要也要检查 那么到底有没有疾病 如果说有疾病的话 那么在这个检疫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动物去随区饲养 饲养的成本 那么这些呢 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再加上这个邮寄物啊 快件啊 那你比如说我 我等会会给大家讲到 这个化妆品的这个检验检疫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女孩子 她可能会从网上去买一些化妆品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她也会对这些产品进行检验检疫 那么第九章呢 就是这个签证和放行 那么就说你产品 经过检验检疫以后呢 那么要给你 给予你放行 那么你需要得到一些签证 那么这个呢 她也有一些这个简单的规定 那么第十章 第十一章和十二章呢 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 检验检疫的这个注册登记的一个审批啊 还有这个呢 这个检验检疫的这个电子化 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 信息的这个高速发展呀 还有我们这个 英特网的这个发展呢 那么我们这个检验检疫呢 如果说电子化以后呢 可能会提高这个效率 那么减少一些成本 那么这个呢 就在我们第十一章中介绍 那么最后一章呢 是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商品的分类 那么对这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需要大家了解的一个内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本这个课程的一个一个介绍 那么从这个这十三个部分吧 十三个部分里头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要检验检疫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一个就是出入境的货物 那么货物里头呢 还包括一些一些内容 再有呢 就是交通运速工具 还有呢 就是人员 还有呢 就是这个携带的这个办 携带物啊 或者是这个邮寄物 或者快件什么的 那么这个呢 要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学过这个课程以后呢 要知道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你这个 在检验检疫过程中呢 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 需要大家去报检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说学这个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课程 那么我们呢 是这个国际贸易专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贸易专业 我们的这个专业和这个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一个关系吧 那么首先呢 当然了 我们这个国贸专业呢 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 那么 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呢 是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重要的环节之一吧 那么 包括这个 商品的这个 你进出口商品这个质量怎么样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像这个 我今天早上看报纸 今天早上看报纸还说这个 8月29号就昨天 昨天呢 从这个国家制检总局呢 国家制检总局得到一条消息呢 就是说我们国家从这个美国呢 进口了一批这个土豆 那么这个土豆呢 它有两种 两种成分呢 是操标的 那么这两种成分呢 它其实是有毒有害的 有毒有害的 那么像这种 像这个国际贸易活动的话 那么我们在国际贸易活动中 肯定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吧 那么像这个食品 那么如果说进出口 在这个国际贸易中 那么对这些进出口的这些产品呢 不进行检验检疫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危害到 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你这个商品的质量 那么肯定也是我们这个国贸 国际贸易中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测的方面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数量啊 重量啊 那么对吧 那么你国际贸易进行这个成交 那么你成交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商品的这个数量和重量 那么或者是 它的一些规定的这些品格 那么有没有符合这个合同的这个规定啊 对吧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个有没有残损啊 那么包装需要一些鉴定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动物植物 还有动物植物的产品的一些检验检疫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说呢 关系到我们这个国际贸易合同的 这个买卖双方的一些切身利益 那么除了这个关系到 这个买卖双方的一个利益之外呢 那么还涉及到很多的 这个部门 你比如说像这个仓储运输啊 那么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呃 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专业的一个 呃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课程吧 那么再有呢 就是说我们学国际贸易专业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将来这个就业 或者说现在目前的就业的情况是 呃 意向是什么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呃 因为我们说上海呢 是这个中国是最开放的一个城市 对吧 最开放的一个国际型大都市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呃 国际贸易额 或者说国际贸易量 或者说国际贸易的一个发展呢 呃 可能肯定是这个全中国最好的一个城市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国际贸易的人才呢 就会比较缺乏 那么国际贸易的人才比较缺乏的话呢 我想大家学了国际贸易专业以后呢 其实呢 这个专业呢 如果说你能学的好 那么将来做的好的话 那么肯定是大有呃 大有前途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个金属商品 检验检易这个课程呢 相关的话 那么最主要最相关的 也就是说这个报检员的呃 报检员资格考试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想要去从事这个外贸行业 那么你必须要取得这个呃 你要从事这个桑检的活动的话 你必须要取得这个报检员资格证书 那么在这个2005年6月份以后呢 那么国家就规定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报检员这个证书的话 那么是不允许从事这个报检业务的 不允许不允许从事报检业务的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呃 报检员的这个 其实报检员的这个资格呢 那么是你呃 是你从事这个外贸活动的一个敲门砖吧 外贸活动的一个敲门砖 那么你在 如果说你获得了这个报检员资格考试 呃 资格证书以后呢 那么你可以去从事这个外贸活动 那么从事外外外贸业务之外之后呢 那么你还可以通过学习一些相关的课程啊 那么可能会这个发展前景呢 就会更好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本课程呃的教材呢 选的也很好 那么就给大家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吧 那么就是这个呃 报检员的一个专专门用的培训的教材 专门用的培训教材 所以呢 我说如果说大家想要考这个报检员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进出口上面检验检一这门课呢 那么呃 我们这个教材呢 学好这本教材或者学好这门课呢 可能这个作用呢 就就很大了 好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前面呢 先跟大家呃 讲的一些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和这个呃 国际贸易的一些这个关系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同学就会想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从事的不是这个国际贸易行业 那么我现在我将来就业呢 也不做这个国际贸易行业 那么这个课程到底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呃 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呢 和这个进出口上面检验检一的一个呃 一个关系 那么什么关系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现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进出口量非常的多 那么我想大家呢 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 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就说我们国内来说的话 那么就进出口的这个 呃 我们就国内来说 这个食品安全呢 呃 问题很多 呃 那么比如说以前的这个毒奶粉事件呀 或者苏丹红事件呀 对吧 那么这些再加上这个什么化肥呀 呃 农药呀 等等使用 那么其实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餐桌上啊 我记得报纸上说过 这个餐桌上可以吃的东西 可以安全的吃的东西还有多少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进出口呃 这个食品安全呢 呃 是我们现在非常跟我们生命呃 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一个方面 那么对于我们对于这个进出口商品来说的话 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呃 昨天说的这个呃 马铃薯的这个呃 土豆的这个问题 进口的这个土豆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两个例子 那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沃的文档 这个呢 是从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呃 上面下的一些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07年的 对吧 都是最新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呢 那么在各个省呢 你比如说我们上海呀 啊上海各个省市吧 上海呢 那么都有一些这个呃 分支机构 或者说进出进出口呃 商品检验检移机构 那么这些机构呢 他会对这个每每一个呃 时期的这个进出口的一些商品呢 进行一个呃 检查 那么检查以后呢 那么他会像有一些有问题的这些产品呢 他会向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呢 进行上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呃 国家之间总局这个 下的一个函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就是从这个三东检验检验局呢 那么查出来这个韩国的一个这个 什么什么饼干啊 那么这个里头的这个 这个均落 呃这个均落总数啊 操标 这个这个是操标的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那么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呢 就把这样的事情呢 就下放到这个呃 通知到各个这个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个从这个呃 韩国来的这一批这个饼干呢 就要大家呢 要各个检验检验局呢 就要加强对他一个检查 加强对他一个检查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新的 是2007年的5月5月30号的 那么他这后面呢 会有一个附件 也就是对这个饼干和米粉啊 这个不合格的情况 那么是哪一些饼干 哪一种哪种型号生产日期是哪一批的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统一的米粉 统一米粉 那么统一集团呢 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呃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呢 他会定期呢 公布这样的一些这个呃 简一简一不合格的情况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播出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呃 以色列的一个这个 从以色列输入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番茄汁啊 或者草莓香蕉呃 混合饮料中呢 检查出来这个傲氧化硫的含量操标 那么这个呢 这样的一个警示通报呢 它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让这个各个省市的这个检验检验机构呢 对这个呃 进出口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呢 进行一个检查 那么这个是5月28号的一个一个通告 那么你看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 它会列出来一些这个呃 不合格的一些产品 那么包括这个保健食品 叫一恩喜 这个什么什么胶囊 对吧 这是一个保健食品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 哪一个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饮料啊 番茄汁什么的 那么这些产品呢 就被检查出来呢 是呃 不合格的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美国这个进出口保健品 那么宁波呢 又从美国的这个进出口 这个保健品呢 解采出来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那么是从美国的这个什么呃 分胶胶囊啊 或者等等 那么也是这个呃 煤菌素 煤菌技术和这个二氧化硫的含量操标 那么 他要求呢 对这些产品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第一项啊 那么他要求呢 对这些产品 食品呢 增加20%的这个抽样比例 严格执行相关的食品标准 那么如果说合格以后呢 才允许进口 那么如果不合格的话 那么就要呃 及时的把这个情况呢 就是报送到总局 那么如果说有出现问题 那么需要进行及时的处理 那么如果说处理不了的话 一律销毁或者是退货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三个这个案例呢 自从这三个这个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通知呢 我们就会发现了 这个国家质检总局 那么到下呃 各个省市的这个进出口检验检疫的机构呢 那么他们对我们这个产品 呃产品的这个进口呢 它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其实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口国外这个产品的这个过程中呢 那么这个质检总局和进出口呃 各个地区的这个呃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构呢 那么起到了一个这个卫视的作用 对吧 卫视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食品的安全 那么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对吧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的安全 那么刚才我讲过 那么我想可能大家有可能从这个网上去购买化妆品 大家有没有从网上购买化妆品的 不买 不从网上买 在哪里买 网上化妆品对我读的 那看来你是这个对这个很很熟悉的啊 其实现在我我我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买啊 但是我想肯定会有人是从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 但是呃 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是不太相信这个网上买的这些化妆品啊 或者是呃 基本上是任何网上买的东西 除非书 我是相信的 其他我都不相信 你们你们从网上买什么东西啊 除了化妆品吃的不买 其他都买的 衣服啊 服饰啊 女孩子的也买的 也不买的 那你还买什么 买手机 手机 手机敢买的 手机比这个营业厅的手机便宜啊 是吗 是吧 哦 这样子吧 啊 那我 我是不太这个在网上买任何的东西 我宁愿到这个实地去看 我可能会更贵一些 或者可能更不方便一些 但是我还是习惯 这种比较传统的这个购买方式 那么除非呢 就是买书 买书没有关系的 对吧 然后他一般 啊 盗版的 红楼梦都是盗版的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批这个专业书 我们经济管类类的 国贸类的专业的书记 好像也没有发现盗版 它是我是在那个档档网上买的 对吧 档档网上挣买 但是他会打折的呀 对你去书店他不打折的呀 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他是不打折的 对吧 他运费就两块钱 很便宜的呀 送到家里 对啊 有的时候还免运费 给你送了多少钱以后 他免运费的 对吧 那么我知道有一些人呢 我们有有有有朋友呢 他也是 他就在网上买化妆品 那么再加上 我前段时间 我看到报纸上就说 南京的有一个 金出口酸品检验局呢 他就发现了有一个 这个有一大包 这个邮寄物啊 就是从这个日本呢 寄到这个南京去的一批 这个邮寄物 那么结果呢 就检查 那么检查以后呢 发现是一些化妆品 包括什么女孩子用的唇膏啦 什么什么 一批化妆品 那么这批化妆品呢 是从日本过来的 那么因为呢 我们知道这个 大家知道日本有没有风牛病啊 有没有风牛病案例 日本 美国有的 日本有没有 我们中国有没有 中国没有对吧 日本 日本它是 是那个风牛病的 这个疫区 就是它有风牛病的 这个风牛病史病例吧 那么所以呢 这批货物从日本 这批化妆品 从日本进口过来 那么这个检验检验局呢 就扣下了 就进行检查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化妆品呢 是抹在这个皮肤上啊 或者是你比如说 唇膏到嘴旁边了 那么可能就会进入到 我们的皮肤呀 或者通过这个呼吸呀 那么就进入到 我们的身体里头去 那么我们在后面 会讲到这个动物 动物园产品 也就是说你这个化妆品里面呢 它会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这个动物园产品 你比如说是从这个 你比如说 有没有这个牛 或者是羊啊 的这个 从它身上提取出来的 一些这个成分 放到这个化妆品里头来 知道吧 羊胎素之类的 可能是类似于这种东西 那么如果说是 从这个动物身上 来的这些东西呢 它要去 它要去检验一下 它要去检验一下 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的 如果是安全的 才可以用 但是呢 我们现在从这个 网上买东西 我们知道都很便宜 进口化妆品很便宜 那么很便宜的话 它怎么便宜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经销商啊 或者是卖方啊 它为了逃避这个 进出口这个 检验检疫机构呢 它为了降低成本 逃避这个 进出口检验检疫机构的 检查呢 那么它就 就不去做这些 这个标签啊 或者检验检疫的工作 那么就说 如果是正常的 从这个国外 流入到国内的 这些化妆品呢 都是要经过 检验检疫机构检查的 那么检查的话 你要交检验费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不合格的话 你不让进口 对不对 那么这就增加了成本 对吧 那么如果说 它要降低成本的话 它怎么办 是不是就只好 绕过这个检验机构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从网上 买到这样的一些产品 这样的一些化妆品 那怎么样 以后去投诉 那么如果说 有如果有 有问题的话 你投诉了 那么已经对你 造成伤害了 那么如果说 没问题的话 你不知道的话 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到 这个化妆品的安全 我又想起了 这个前段时间 去年比较热的是什么 对 SK2的这个问题 对吧 SK2的问题 我给大家 讲讲这个SK2 大家知不知道 最初SK2是什么 是什么产品啊 它其实是这个 日本的一个 区域品牌 什么叫区域品牌呢 就是你比如说 像这个上海市 它是上海市的一个品牌 就是这种区域品牌 它不是全国性的一个公司 叫Max Factor的一个公司 生产的SK2的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 最后在这个91年的时候呢 91年的时候呢 就被宝贴公司 看上 看上以后呢 就收购 收购以后呢 进入我们中国是哪一年 知道 大家感觉 哪一年开始 这个卖这个SK2的 99年 进入我们中国市场 它属于什么消费品 高端 它属于什么化妆品 高端 高端它 你们觉得它能排到第几名 高端市场第几名 前三名 对吧 而且很 而且很贵 是不是 我想我们肯定不会用的 对吧 都是比较年轻 那般都不会用 那么像它这种 它是凭什么成功的呢 就是说它这个市场营销呀 或者是这个品牌意识 那么它把这个品牌呢 就收到成为 这种高端的这种消费品 而高端的这个化妆品 那么它的这个广告语是什么呀 谁给它做过这个代言人 刘嘉玲还有谁呀 啊 他有谁做过SK2的 好像是莫文卫也做过 是不是 那么它的这个广告语是什么呀 使用28天以后 皱纹减少47%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广告语 其实类似的广告 这种广告语挺多的 对不对 对 像原来的像那个 我记得这个越南油也是 我记得最初吧 老早以前吧 也就是连续用了四周以后 那么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 有明显的改善什么怎么样 对吧 那么其实它呢 就通过它这个很好的市场营销啊 或者是这个品牌意识啊 那么它的这个获得了 很多的这个市场利润 那么但是呢 它其实说这个产品呢 前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它对这个产品质量拔关 拔的并不严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这个去年 06年9月14号的时候 06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国家支店总局呢 就对一批这个 从日本进口的一些化妆品呢 就检查出来 这个日本过来的化妆品呢 这一批比较有问题 比较有问题以后呢 这个它有一些这个禁用成分 那么然后呢 这个我们国家的支店总局呢 就要求各地方的一些这个检验机构呢 就加强对这个日本来的这个化妆品呢 进行这个检验工作 那么接到这个国家支店总局的这个通知以后呢 这个广州的广东的这个检验局呢 就开始这个检查 那么它就发现呢 竟然从这个SK2这个品牌的这个系列产品里头呢 就发现一些这个禁用物质 对吧 内量中物质 一个是个 一个是女 对不对 那么就发现这样的两种物质 而且呢 是这个SK2这个品牌里头 是有九种 九种产品是有这样两个金属 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有 它只有九个产品 里头是有这两种这个违禁的这个成分的 那么但是呢 我们国家这个 我们国家这个化妆品的卫生的标准呢 就规定呢 化妆品里头不能含有这两种成分 为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质量金属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危害呀 幻癌 它这个个啊 它是 它容易让人呃 形成过敏 皮肤的过敏性的呃 就形成一些过敏的反应吧 还有形成湿疹 把它听起来感觉还好 是不是 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女 女呢 因为你抹在抹在皮肤上嘛 她会吸收 她会吸进去 然后对人的这个眼睛呀 或者对这个 黏膜呀 都会有 都会有损害 那么最后呢 你吸进去以后对肺和肝呢 都会有一定的损害 那么除了这两种呃 我们说的是这个SK2 有这两种中金属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铅 大家知道吧 铅 美美美美白的产品里头 就是如果不规范的话 都还有这个 有一些铅的成分 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吧 那么这些都是中金属对皮肤 都也都不好的 对吧 那么像这个 在这个去年 这个广东查出来以后呢 那么上海就开始 也发现了 那么 又又又发现三种产品里头呢 也含有这个 克和女这两种中金属 那么到这个九月底的话 06年九月底的话 去年九月底的话 那么就总共发现 SK2里头有12种产品 12种产品 都是有这个 这两种金属的 都是有这两种金属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个产品 去年的时候呢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SK2 那么只不过是去年 炒得非常的火 那么在 在最早到前年 05年的时候呢 05年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江西的消费者呢 那么他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SK2的这个广告语了 那么他最初听到 这个广告语以后呢 就开始使用 那么他相信 这么贵的一个产品啊 品牌这么好呀 那么说的话 是不是就很对呢 那么我试一下吧 对吧 那么结果呢 就使用这个产品以后呢 就会发现 他这个并没有这种效果 但是呢 还发现了一些 这个皮肤骚痒呀 或者是这个 脸部有部分的 这个 这种像骚伤的 这种感觉吧 那么然后呢 他就开始对这个产品呢 他就向当地的这个 法院呢 就提出了诉讼 那么就去告这个产品 那么当时呢 这个保洁公司呢 他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呢 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怎么处理的呢 工商局呢 给他罚款了二十万 二十万人民币 那么就是这样的话 你已经罚了款了 那么你也不去检查一下 自己的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 或者怎么样去改进一下 对吧 那么这是05年的事情 罚了二十万 那么06年年底 呃 06年九月份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啊 就是最早的时候 其实是05年的时候 江西啊 因为他范围可能比较小 也没有炒作 然后就05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现这个 这个不好 并不说他发现 他有这个成分 对啊 呃 对啊 那么所以说呢 他其实呢 先前有这样的一个教训 但是呢 最后也没有去 检查他的这个产品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说 他这个 其实对这个消费者 权益的一个损害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出立出现这种事情以后呢 这个国家之间总局 呃 给他了一部 这个检验报告 就是你的产品 是这样的一个检验 的结果 那么结果呢 这个 sk2呢 他却发了一个声明 去自便 他就说呢 我们这个产品呢 这个安全和质量呢 都有这个冲锋的保证 那么我们的产品呢 是不会停售的 那么这是当时 这个国家之间总局的 给他公布这样的一个 指令 一个检验结果了 那么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后来呢 这个企业呢 他又出现一些 这个八万条 八万条款 我想跟大家也知道 你比如说在退货的时候啊 那么 他退货的时候 也会签署一个协议书 那么签署这个协议书里面呢 就会写着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呢 是这个合格产品 不存在质量问题 大家明白吧 也就是说退货的时候 你顾客必须要签一个协议书 那么这协议书上嘛 他有一些这个 说法 那么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要退货 可以 我可以退货 对不对 那么这其实他的一个八万条款 对吧 我们国家之间总局都查出来 你有这种成分了 你还这样子去 对不对 那么最后还有一些事情呢 你比如说他要退货 可以 那么你要拿着这个 你购买的时候都发票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我们想这种好好品牌 一般很少有人留着化妆品的这个 呃 发票 对不对 一般发票都不会留 更不要说这种好品牌的 一般都很相信他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对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呢 你你这个产品就有问题 完了你还卖这么贵 然后呢 你最后出现问题了 你还这样子 对不对 又不承认 然后呢 我要退货呢 已经对我造成伤害了 你还 呃 不让我退货 或者是造的得到一些补偿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产品呢 呃 其实呢 我们就说他 现在作为一个反面的这个案例 来跟大家来讲 但是现在大家注意一秒 这个商场里头还有没有SK2了 有的 对 他现在又开始又开始上市了 又开始上市了 但是感觉大家感觉这个 经过前段时间以后 他的 你们觉得他这个市场份额怎么样 肯定没有以前好了 对不对 肯定没有以前好了 不知道现在这个市场销售情况怎么样 反正我 每次去商场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一下这个SK2门口 到底怎么样 我看到这个 呃 可能这个 呃 这个顾客呢 要比钱少很多 顾客要比钱少很多 那么其实呢 这个 在这个 我们说到这个产品的 这个SK2这个产品的问题 或者这个企业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还 再想多说一点 我们国家 国家之间总局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国家之间总局呢 在两 我们会发现呢 在05年的时候就出现这个质量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让这个消费者这么多人才知道呢 然后才开始规定他要停售呢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也是我们这个国家之间总局的一个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的一个这个行政的缺失吧 因为 因为这次这个 呃 SK2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 那么我们国家之间 呃 之间总局呢 他给这个 这个企业的一个 这个 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停止进口 大家听明白了吧 他不说你这个产品停止进口 他就说你以后下次的话 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停止进口了 这是国家之间总局给他出的一个 一个措施 那么你想如果是企业的话 你会怎么去想 对不对 那么你和你和你这个国家之间总局就说 你这产品不允许进口了 不允许进入我们中国的这个市场了 那么肯定效果是两样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就有可能给以后的这个产品买下隐患 对吧 那么还有呢 可能有以后有其他的产品 你比如说 其他的其他的品牌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个 呃 国家 尽管 尽管我们的这个机构呢 这个行政啊 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缺陷吧 但是我们说这个确实呢 为我们这个 呃 人的生命健康啊 或者说化妆品的安全呢 那么都起到了一定的这个 很好的维护作用 对吧 这是 这是从这个化妆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再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疾病的控制 疾病的控制 那么 我记得上个星期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 这个上海的新闻 说上个星期的话 呃 中国出现 而不是上海市出现了首例 这个 登革热 对 被蚊子咬的 登革热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这个责任呢 也是也是我们检验检疫机构 检查出来的 那么我们说 知不知道这个登革热是什么 什么情况啊 对 那么他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像 像感冒一样 就是呃 这个感像感冒一样的 然后肌呃 关节疼啊 呃 怎么样啊 就是就是类似于感冒这样的症状 但是呢 这个 他其实是登革热 那么登革热呢 他一般是这个呃 白纹 或者是乙纹 就是医啊 就是这个 伊斯兰的义 这个乙纹 他一般会传染这种疾病 可以说这个乙纹和这个白纹啊 身上有 二十多种病 病毒 可以传 可以说可以传播二十多种病毒啊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登革热 他怎么传染的呀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都 他是这个输入性的 什么叫输入性的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上海市这个 这个人啊 他跑到外面去旅游 结果呢 被这个 呃 以文呢 咬了一口 咬一口回来呢 就被传染上这个病毒了 就就回来了 那么就就就出现了第一例的这个登革热 那么其实呢 这个最初呢 这个以文呢 他只在这个热带雨林 三十年前啊 三十年前 七十年的时候啊 他只在这个热带雨林的时候 才有这个以文 那么但现在呢 因为这个 呃 竟然就出现了这个 在出现在城市里面 也出现过以文 那么像我刚才讲过 以文啊 白文啊 他们会传播 二十多种疾病 你比如说他吃 咬了这个 吸了这个人的血 之后呢 再去吸另外一个人的血 如果说头一个人 这个血里头 有这个登革热病毒的话 那么他就会传染到 第二个人的身上 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传播的 就这样传播的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说这个以文传染 登革热之外 那么还有一些 很多的这个疾病 你比如像这个 呃 以脑 是不是蚊子传播的 对吧 那么其实蚊子 它会传播很多的 这个疾病 那么像这个 呃 如果说你要出国的话 那么 现在我们国家 就会告诉你 你要出国 你要小心 提防这个被蚊子咬 对不对 那么你要 尤其是到一些这个 呃 以文比较苍绝的地方 你比如像热 呃 热带压 热带的一些地区啊 那么你就要注意 这个被防止 防止被蚊子叮咬 那么再有呢 我们说这个 呃 疾病的控制的话 大家是不是 大家出国了没有 大家有 知不知道这个 出国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接种 就是我们在国内 你从这个上海 到到北京去 到哪去 都无所谓 那么如果说 你要出国的话 走出国门 你知不知道 你要预防 呃 要进行接种 疫苗 知道吧 我们小的时候 是接种疫苗的 在长大以后 都很少去接种疫苗 但是你要出国的话 你要接种疫苗 什么疫苗 有一种是必须要 必须要 要必须要这个接种的 就是黄热病的 黄热病 预防黄热病的疫苗 黄热病 它其实也是文字传染的 这个以后 我们也会去讲 这是必须要 要接种的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这个 呃 疫苗 那么你可以自愿的去接种 或者是根据你去的国家 那么他有可能 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 你再去接种 那么其实呢 这个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一些检验检验机构呢 那么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控制方面 那么也是起到一些啊 关键性的作用 对吧 那么这是疾病控制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环境的 环境的控制问题 环境控制 那么我们说呢 最近几年 大家这个可能对这个环保啊 环保的这个方面 可能国家含的比较多 大家可能接触也比较多 是吧 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 有关环保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 操不操股 现在这个有关这个环保方面的 或者能源方面的 这个板块 是不是都比较好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环境控制呢 我们这里怎么去讲呢 还有这个环境控制呢 你说像这个食品呀 或者化妆品呀 或者疾病呀 对吧 那么我们和我们相关 和这个进出口检验检疫有关 那么这个环境控制 怎么样又有关呢 那么我就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 这个电池 电池位还大吧 那么我们以前的话 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那么买了电池的话 非电池都随手一扔 或者怎么样 现在我觉得 经常在这个小区门口 就可以看到这个 有这个 专门回收这个 非电池的垃圾箱 对不对 但是其实 这些东西之后呢 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 或者是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这个电池 真的是 我觉得回收的那些呢 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 对吧 而且还是一个 有意识的行为 那你要是无意识的话 你还不是人的垃圾桶里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个 只是日常生活中的 一个环境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电池里头的拱啊 那么如果说 这个经过这个分 就是说这个 外壳要是分解了之后呢 这个拱呢 它可能会渗入到土壤中 然后流入到 我们人类的这个 营用水里面 大家知道吧 那么如果我们一旦 我们的营用水里头 含有了拱的话 那么这个后果呢 就是很严重的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 环境控制 那么我们进出口的话 也会有一些这个措施 你比如说像这个电池 电池的进口 那么有一些这个 大型机器设备 那么我们需要 进口一些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的 这个进口的话 我们速上也会有 有一个 有一个部分 专门去讲这个 电池的问题 那么你在进口电池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去检测 那么它这个拱含量 怎么样 那么如果不合格的话 我们是严格进口 严格禁止进口的 那么这是拱的含量 那么再有呢 你比如说像这个 废的这个 积电产品 旧积电产品 那么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国家呢 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 有一些发达国家呢 落后 那么很多这个 发达国家的这些产品呢 那么它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 洋垃圾的这些产品呢 那么它可能就处理到 中国来 或者进口到中国来 因为它对 它国外来说 它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 但是对中国来说的话 可能还可以使用 那么就会有一些 这个设备 或者积电产品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会去 从国外进口 那么为什么要进口呢 便宜 对不对 进口过来 肯定要比买新的 或者买这个 最这个 update的 可能要新 要便宜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买进来以后 那么你就要考虑 那么这些东西呢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环境 造成一些这个污染 对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这个 进口口商品检验检疫机构呢 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就需要对这些 产品呢 进行一个监督和检查 那么这是 环境的控制 那么再有呢 还有 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方面 还有很多的方面 那么 那么这些方面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 不再精细详细的讲解了 那么我们后面呢 还会也会讲到一些 这个很多方面的 跟这个相关的一些 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其实呢 在这个部分呢 也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那么你的 让你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那么这个 这门课 或者说我们这门课 要讲的一些东西呢 那么跟我们生活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 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呢 有多高 那么这是想给大家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好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部分 虚论的部分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出入境检验检疫 那么什么叫出入境 检验检疫呢 那么其实也就是这个 检验检疫部门啊 或者机构呢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 规定的一些这个法律啊 或者是法规啊 还有一些这个国际惯例啊 那么对一些这个 比如说出入境的这个 动植物啊 或者是这个一些货物啊 还有一些这个 交通运输工具啊 或者是呢 对这个出入境的一些人员呢 进行这个检验检疫 那么检验检疫合格以后呢 它会对你进行一个认证 那么认证合格以后呢 它会签发这个官方的 这个检验检疫的证明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 监督管理工作呢 就是我们这个出入境的 检验检疫的工作 那么我们说这个 出入境检验检疫的 这个目的呢 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保护这个 呃 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 那么保护人民的生命和 生活环境的一个安全健康 那么我们刚才也举了一些案 举了这个SK图的这个案例 那么保护人类的这个 呃 生命的健康和生活的安全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 呃 不再讲更多的例子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呃 化妆品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 那么在化妆品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要 确实要去买的话 那么最好有这个 检验检疫机构的这个呃 呃 脏子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认证 那么最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呃 检疫或者认证以后的呃 化妆品呢 你才你才最好才去购买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这个买化妆品的话 不要最后呃 因为为了为了美容啊 结果却变成了毁容 那么买了这个不合适的产品呢 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创立 那么其实呢 这个检验检疫工作呢 在很早以前呢 就会呃 就会出现 因为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国际贸易发展以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 那么这个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呢 对这些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好 那么呃 等等一些这个呃 问题呢 都会需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检疫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最早呢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政府呢 他在他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卫生检疫站 那么其实呢 最初呢 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鼠疫的传播 为了防止鼠疫的传播 因为我们说当时呢 可能这个呃 卫生条件啊 或者这个医疗条件呢 都比较差 那么可能呢 这个鼠疫呢 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危害呢 呃 比较高 那么这个处理起来可能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呢 他最初呢 是为了防止鼠疫 那么建立了一个这个卫生检疫站 那么这个卫生检疫站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检疫检疫工作的一个 一个开始 或者说一个雏形 那么这是防止这个鼠疫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法国的 那么防止这个小麦感修病 那么其实呢 也是这个防止这个动植物的一个 呃 传染病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呢 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 他就会制定了一些这个 一些商品 对一些150多种的这个商品的品质呢 进行了一些规定 那么如果说这个 符合这些规定的话 那么才可以进口 那么如果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话 那么就不能进口 或者是进行这个销毁 或者退货 那么其实呢 这个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规格呢 就是我们 我们说这个 是一种这个国家对这个 进出口商品的一个品质管理 品质的管制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最初的一个制度的建立 那么当然了 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那么每个国家呢 那么都会不断的进行这个 啊 卫生检验检疫啊 或者是这个 商品的这个检验检疫啊 或者是包括这个 动植物的检疫检疫 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些 这个制度啊 那么都会不断的完善 那么可能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制度啊 那么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层面 就是说世界上统一的一个 这些制度 那么除了这些这个 各个国家的这个 对这个检验检疫的 一些特殊的要求之外呢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的组织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说世贸组织WTO啊 那么它有一些这个 相关的协议啊 或者协定啊 那么是对这个 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规定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 检验检疫工作呢 那么其实呢 比世界的要晚一些 那么最早呢 是产生在19世纪后期 19世纪后期 那么到这个清朝 清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把这项工作呢 就提上了一个日程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呢 但是呢 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 这个是一个 半殖民地的一个国家 对吧 半殖民地的国家的话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 外貌啊 都是受到这个 其他国家的一些控制 一些控制 那么受到他们的控制的话 我们的检验检疫的工作呢 其实也是受到这些 列强的一些控制 那么到最后呢 那么我们国家呢 才不断的去发展 那么才把这个项工作呢 独立出来 那么到了这个文革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文革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经济呢 基本上是倒退的 倒退的 那么我们的检验检疫工作呢 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发展 非常缓慢 甚至是停滞的 那么当然了 这几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们检验检疫工作呢 也是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那么这个制度啊 或者这个程序啊 也不断的科学 那么我们苏上呢 会对我们国家的这个 金出口上面检验检疫的 一个工作的历史呢 那么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 一个介绍 那么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只要一般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国家 我们说到我们国家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呢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形成了这个出入境的检验检疫 那么这个出入境的检验检疫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三个 那么最初呢 是三个检验检疫 那么到现在呢 合为一个出入境检验检疫 那么最初的这三个 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称为是这个三检合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三检呢 那么一个呢 是这个中国的 这个进出口商品检验 进出口商品检验 一个呢 是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个中国的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 动植物的检疫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中国国境的 这个卫生检疫 卫生检疫 那么最初是这样的三个部门 那么后来呢 我们把这三个部门 合为一个出入境检验检疫 那么合成一个以后呢 那么我们有些什么好处呀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行政部门 可能会少了 对吧 那么成本呢 这个行政成本呢 可能也会降低 那么工作起来呢 也会更更便利一些 那么他会在这个检验检疫 这个机构下面呢 封设这样的一些部门 你比如说这个进出口商品啊 或者进出口动植物啊 或者一些这个卫生检疫啊 还有包括这个 积淀的检疫啊等等 那么我们说 我们国家的这个 制点总局呢 它是在这个01年的时候成立的 那么它其实是这个 为了使得我们这个检验检疫工作呢 能够有一个这个法律的效力呢 那么它其实是这个国务院的 直属的机构 直属机构 那么它是最初呢 是这个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啊 和这个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的 那么合并成为这个国家制检总局 国家制检总局 那么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我们简称为制检总局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那么一方面是这个质量技术的这个监督 还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检验检疫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国家还成立了这个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 那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委员会呢 统一管理全国的这个质量 认可认证啊 还有一些这个标准化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产生 那么大家对这个部分呢 只需要一般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主要知道呢 是这个国家制检总局 那么国家制检总局呢 现在它是两个部门合并的 那么它是需要 是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这个直属的机构 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检验检疫工作呢 都是这个制检总局呢 直接直接下达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吧 能不能留下来说呢 mesh哪行 seizures 再陆继 osób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